哈喽大家好,我是吴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李姆路最初召唤到这世界的恶魔 吩咐着恶魔保护魔王拉米利斯 李姆路原本为了让精灵寄宿在孩子们身上 而来到精灵的住所 但因为了向拉米利斯赔罪 李姆路第一次召唤恶魔出来 一出场恶魔的模样非常的吓人和恐怖 他自称自己为物 可以想象他的声音应该是非常低沉 但意外中他的声音可是非常的好听 而且还是女配音 在动画版中还可以看到他在女生温泉中泡澡 他的性别是男还是女 他是黑的卷除 但他却被黑给盯上了 在后面部分我会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为什么李姆路会召唤恶魔出来呢 这就要说到李姆路和静江的承诺了 为了帮助这些被当勇者召唤而来的孩子们 但他们的魔术非常的不稳定 需要精灵寄属在他们身上来稳定 所以李姆路来到精灵的住所 李姆路破坏了拉米利斯圣灵守护巨像魔人偶 这可是拉米利斯的最高杰作 为了让拉米利斯愿意帮助李姆路 李姆路就为拉米利斯筹办新的魔人偶 李姆路展开恶魔召唤女子 召唤出高级恶魔 她的头部两者有凸出的脚 有着黑色的皮肤 穿着昂贵的衣服 李姆路要恶魔保护拉米利斯为期100年 代价是用李姆路的魔术 还有这个魔钢锻造的魔人偶 让恶魔可以附身在这魔人偶 李姆路也为恶魔取了名字 名为贝雷塔 在后期召唤出来的恶魔迪亚波罗 其实他非常的感到万分灰昏和嫉妒 他在之前已经留意李姆路 并期待李姆路召唤自己 就在李姆路第一次召唤恶魔的时候 刚好贝雷塔就在迪亚波罗的面前被召唤了 这直接让迪亚波罗非常嫉妒了 获得贝雷塔这个名字后 他开始进化 首先形成了一个圆圈 但随后形成了胸部 头部 臂部 手臂和腿部已经一张脸 他的脸现在被面具藏在后面 黑色的皮肤取代了他的身体 长长的头发倒倒腰部 他的皮肤苍白毫无血色 面具上的眼封闪烁着新红色的光芒 贝雷塔是演出黑阵营的恶魔 三位恶魔以上的恶魔都会有各自的颜色 红 蓝 绿 黄 紫 白 黑 七个系统的颜色 恶魔族也演出七柱形成了七个派系 派系的颜色对应着恶魔的性格 大多数恶魔追求力量与实力 黑色派系列外 迪亚波罗和贝雷塔同样是黑系统的恶魔 迪亚波罗得知贝雷塔被奖先召唤了 他非常嫉妒贝雷塔 想暗中处置掉他 但因为贝雷塔的身躯是利姆罗创造的 破坏了的话 利姆罗会不高兴 于是迪亚波罗只好忍下来 没再进一步追究此事 贝雷塔原本是高届恶魔 虽然他的身体现在是魔人偶 但他的性格和形态似乎没有改变 作为黑色血统的恶魔 贝雷塔有许多和演出自黑相似的特征 所有恶魔都具有各自演出基本的人格特征 他也和迪亚波罗一样 都有尊重高贵的礼节 他很少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化 而是带着轻松的气氛 这个特点完全和迪亚波罗一样 在战斗中即使粗暴的殲灭敌人 他的举止也很平静 当他杀死克雷曼的最高杰作 魔人偶比欧拉 他只是猜散 还表示对比欧拉的武器感兴趣 他对比欧拉的死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虽然贝雷塔是尼姆路召唤主来 尼姆路命令他保护拉米利斯 恶魔是很注重契约的 尼姆路是召唤主 拉米利斯是守护主 他目前有两位主人 魔王金和拉米利斯是老朋友 所以他不能看拉米利斯的从者 把两位主人放在天平上衡量 他要贝雷塔做出决定 谁是他唯一的主人 他说出了四位拉米利斯献上所有忠诚 但拉米利斯的冤枉就是要救助里姆路 所以没有任何矛盾 精看得出他的性格和迪亚波罗一样 贝雷塔有多强大呢 当里姆路成为魔王后 贝雷塔再次进化为圣魔人偶 他也获得了祝福 物理攻击和魔法攻击 基本无法伤害到贝雷塔 但唯一的弱点是圣属性 也是他希望克服这个弱点 所以获得了独有技能天邪鬼 这技能可以获得正反面性质的能力 换句话说贝雷塔是恶魔族 使用这个能力可以逆转恶魔族的特性 同时拥有天使族的力量 他的初次战斗是在魔王的饗宴 他和克雷曼称之为最高杰作比欧拉战斗 他轻松击败对方还收下单张利品 贝雷塔在黑的减速之间 实力也算是顶端的 而且能被金呼叫他的名字的恶魔 也是少数强大的恶魔才会被他说出名字 他也是被认可的恶魔之一 在后期对战魔王迪诺之时 迪诺的力量远超贝雷塔 贝雷塔与亚比托两人联手 也无法和迪诺抗衡 多亏哲奇恩及时赶到 贝雷塔自责自己没有保护好辣美利时 里姆路看到他明明很努力 却没有给他奖励 里姆路在一帝国战斗中获得了线魂 于是里姆路使用十万个魂 则行了进化仪式 贝雷塔很符合迪亚波罗减除的身份 并没有进入进化的睡眠 进化后种族也进化为 圣魔金属生命体 属于上位圣魔灵 贝雷塔的身体 材质变化身高 这相当于神话级 所以贝雷塔的存在值大大提高 其中八号的权能有 思考加速 万能感知 魔王八气 矿物支配 地属性操作 反转融合 空间操作 多重解解 将新的权能 矿物支配和地属性操作一同使用 就可以自由的操作和制作矿物 似乎身体进化成神钢 金属可以无视硬度 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所以如果不是使用魔法 或灵气等强化过的武器 就没办法在贝雷塔身上打出伤害 更厉害的是 贝雷塔的身体 很自有自在的变化 大多数武器在他面前都没效果 像电影里出现的那种 难缠的流体金属 像史莱姆一样悄悄地靠近 缠住对手 令他窒息 光是想想就觉得恐怖 就这样贝雷塔进化可以称作 近身生病体的亚种 恐怖的金属生病体 黑的简书都很奇怪吗 在前面有说到 恶魔族是以 原出七柱形成的七颗派系 派系的颜色 对应着恶魔的性格 魔王竟是以这个判断基础 来识别贝雷塔的个性 本来恶魔族大多想要强大的主人 想要主人认可自己的强大 但贝雷塔和迪亚波罗 他们是黑体系的 他们不太注重战斗能力 他们只是在乎他们感兴趣的事情 贝雷塔有收集武器的兴趣 他非常热爱研究武器 这是因为和他的名字有关 贝雷塔是以利姆罗为一个 不是以汽车名字命名的恶魔 他是以枪械来命名 贝雷塔是黑的卷属 他原本是黑发的 因为利姆罗吩咐他保护拉米利斯 他受拉米利斯的影响 头发也变成银色 身形也变得接近女性 至于他的性别是男还是女呢 我们也看到他出现在利姓温泉泡澡 参考的小说和其他资料 至今有没有明确描述 他是男还是女 竟然最近出现在你造堂里 看来是女的可能性很大 但还不确定是否真的是 李姆罗也在你造堂洗澡过 我觉得这是和性别无关吧 像金这样的魔王 他可是哪里都吃的 所以性别对于恶魔来说 应该没什么平等的 我认为适合当前的社会状况就可以了 你说他是男就是男 说女的就是女的 你们觉得呢 你们对于贝雷塔有什么看法吗 还有什么角色你们想要我介绍呢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出品儿 我认为我的心事呢 我们下个影片 我们下位 请不吝点赞